好主播一男一女站在路边聊天 突然是冲出了一大群人硬是把男生压上车 原来他是这名女子的前男友 而现在男友不满他不断的传讯息要求复合 竟然是气得社局把人约出来 当街压走殴打 冲突就发生在新北市树林 被害人是23岁的灵性男子 他跟女友分手之后是一直跟他有联系 被现任的男友指导 而现任男友是要求女方把人约出来 再伙同他的朋友王姓男子还有邱姓男子 埋伏把人压上车 之后更把被害人载到大同山上的一处公庙 用手扣控制他的行动 还用开山刀还有球棒来攻击他 更抢夺了三千元之后才把人载下山 而伤者是忍着伤痛先到医院就医之后才去报案 只是想要跟女友复合 没有爽到却被当街压走 事后警方是循现逮捕了四名嫌犯 依强盗反害自由还有伤害罪嫌 依送准办 以上就到清醒 请支持TV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